他曾多次荣获文华奖 草语戏剧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奖 善田芳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他的评书口风老练苍井 自然流畅 语言生动形象 丰富有趣 刘兰芳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 他的评书神丸弃足 干脸中透着豪迈 铿锵中尽显张力 盛小云 国家一级演员 苏州平潭名家 他嗓音甜润 蕴腔宛然自如 说学谈唱演 手演身发布 无一不能 无一不美 马曾慧 他是风格独特 深受观众喜爱的曲艺名家 他的嗓音清脆圆润 唱腔刚柔并济 表演洒脱豪放 幽默风趣 让我们恭喜郭德纲 马曾慧 恭喜二位 同时我们要请唱的是受顶嘉宾 有请清华时报总编辑李鸿洋先生 和著名的影视剧作家评论家赵宝华先生 有请四位 好 我们请二位受顶嘉宾为我们的获奖者受顶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这样 我们看到马曾慧老师已经年过七旬 依旧神采异 我们先请马先生为我们来发表获奖的感言好吗 我感谢上海大众 我感谢组委会 我感谢上海大众 我感谢组委会 我感谢组委会 我感谢 这些读者们投我一票的百姓们 我一定在七十六岁把曲艺来弘扬 最后我千言万语一句话 什么呀 唱的好一步好多原谅 祝大家 嗯 跟我一块唱 好 来啊 身体健康 什么词 如意 吉祥 哇 谢谢先生 真的是宝刀不老 我们也祝愿先生的艺术之春长青 好 接下来是郭德纲先生 这个谢谢各位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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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搞成个人专长 不敢当啊 跟着三姑一起领奖 我是非常的惶恐 实话实说 刚才大伙瞧见小片了 都是大家 都是名家 这么一个奖 给了我这么一个民间闲散艺人 我是愧不敢当 愧不敢当 谢谢啊 谢谢 而且刚才你们看出来了 刚才颁奖我们两位嘉宾 三姑这个挂脖子上 我这个塞到手里人就走了 我跟你挂 我自己拿着 又火 喝了不得了啊 这个 谢谢三姑啊 这是我们这行业里的前辈 老先生 能跟你一起领奖 这是我的荣幸 好 谢谢 希望您健康长受 希望我们的曲艺事业 能够发扬光大 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各位 我们少说 还这么些能人的 对 我们还要感谢本山 赵本山老师 成龙 我们能叫大哥了 我76了 咱还叫大哥吧 感谢在座的大家 大哥现在是一称呼您知道了 感谢大家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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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好 我们继续发布 好的 下面要为大家发布的是 2012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 第一名 荣获第七届华顶上海大众汽车Sink Blue 亚洲演艺名人满意度调查 2012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 第一名 善田芳 从亿五十余年 他录制了隋唐演艺 三峡舞艺 等一百余部评书作品 整理编著了17套28种传统评书稿 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宝贵的精神富矿 凡有井水处 接听善田芳 善田芳早已成为中国评书的重要标志 好 恭喜善田芳先生 同时我们要请上的是授顶嘉宾 有请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江坤先生和著名导演 陈建丽女士 有请三位 好 我们请二位授顶嘉宾 飞船天芳先生授顶 来 二位请授顶 好 谢谢二位授顶嘉宾 谢谢 同时我们请善田芳先生 来发表您的感言 有请先生 我比大伙多了一项 还多个棍儿 无情岁月紧紧摧 有限光阴去不回 善田芳今年78岁 上台领奖 头一回 此时此刻 热血沸腾 非常激动 我刚才想了 别看我 从一六十年没获过奖 获奖 就获大个的 感谢华警长评委会 感谢评委会主席 本山先生 感谢成龙先生 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 感谢广大的群众 投了我一票 对我无形中是个压力 我本来想 风刀歇马 现在得了这个奖项 还得干 要录制好书 向大家做一个回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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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田芳先生 金杯 银杯 独如百姓的口碑呀 谢谢先生 来 您慢一点 先生 宝到不老 我们也再次掌声 送给善田芳先生 祝您的艺术青春常在 好 接下来我们要 继续来发布 是的 下面我们要 为大家发布的是 2012中国最佳舞蹈 男女演员 我们来看看提名 荣获第七届 华顶上海大众技车 Think Blue 亚洲演艺名人 满意度调查 2012中国最佳舞蹈 男女演员 提名的有 黄痘痘 她是中国跳舞跳的 最男人的舞者 她的舞蹈 阳刚洒脱 情义并茂 被专家评价为 今年来中国舞蹈教学 最骄傲的产品之一 王迪 她的舞蹈热情丰满 且极富想象力 2012年 她与著名舞蹈家 杨丽萍合作的 《雀之恋》 被广大观众誉为 春晚最震撼的节目 谷亮亮 她是全国全军舞蹈界 较有影响的演员之一 是一名极具发展潜质的青年舞者 王亚斌 新生代青年舞蹈家 代表作品《善舞丹青》 她在十面埋伏中一舞成名 她的舞蹈宛如清香所绕的茶 挥之不去 只留下一丝疑人的味道 曹淑子 中央芭蕾舞蹈团独舞演员 先后在海盗 吉塞尔 天鹅湖等舞剧中担任独舞 山冲 她的黛玉黯然神伤 她的金子娇缠怒骂 她的菊女舞弱油龙 她的舞蹈纯粹而不搅饰 真挚而不虚伪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发布 获得第七届滑顶上海大众汽车 ThinkBlue亚洲演艺名人 满意度调查 2012中国最佳舞蹈男女演员的是 黄豆豆 王亚斌 恭喜 同时我们要请出的是受顶嘉宾 有请著名舞蹈艺术家冯英女士 和著名导演韩志军先生 为他们受顶 有请各位登场 在这里呢 要提示各位的是 现在的黄豆豆先生正在从首都国际机场赶到我们现场的路上 所以我们先请两位受顶嘉宾给黄亚斌来颁发 好 谢谢二位嘉宾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让亚斌表达一下此刻的感受 其实还是挺激动的 因为国家的奖项也拿过一些 这次是头一次获得这个华顶奖的最佳舞者 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好汉不提当年勇 未来会更好 感谢华顶奖 感谢一路支持我走过来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很多我心中非常棒的老师们 谢谢 好 再次恭喜亚斌 谢谢 谢谢 下面呢 要为大家来发布 2012中国舞蹈演员公众形象调查 第一名 来看看大屏幕 荣获第七届华顶上海大众汽车 Think Blue亚洲演艺名人 满意度调查 2012中国舞蹈演员公众形象调查 第一名 杨丽萍 她在舞台上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魔力 时而宛若精灵 时而宛若妖媚 一举一动 一呼一息 都美得令人窒息 她是传递着天地自然生息的神秘使者 她是用灵魂输意的舞蹈诗人 身影的轻盈 纸巾的细语 她的舞纯净柔美 离吹烟很远 离心灵很近 恭喜杨丽萍 恭喜 同时我们要请上授顶嘉宾 有请著名舞蹈艺术家白鼠香女士 和著名导演袁德旺先生 为杨丽萍授顶 的确杨丽萍的舞蹈总能在第一时间震撼到我们的心灵 是 有人说杨丽萍是中国舞蹈界不老的传说 是的 我们也希望舞者永远不老 给我们带来最美的享受 没错 她就像一个游走的清灵带我们游走于传统的现代之间 好 二位一起 真难得 好 再次感谢二位受顶嘉宾 谢谢 谢谢同时请杨丽萍女士 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一下内心的感受 感谢华鼎 感谢大众 自从我1971年上舞台以来 几十年观众都对我厚爱和支持 今天依然对我这么好 我非常感谢 希望我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好的舞蹈 谢谢 谢谢 谢谢杨丽萍女士 谢谢 谢谢您 我们期待着有更美的舞蹈和更好的创意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 是颜艺丹带来的《三寸天堂》 一起来看 威探伴舞的是来自北京心灵呼唤残疾人艺术团 有请 是颜艺丹带来自北京心灵呼唤殿的《三寸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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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达看 所思 cons "-书房自北京心灵呼唤殿的《三寸天堂》 的《三寸天堂》 bool答来自北京心灵呼唤残 Sai 香顿家子 喝水汤了 潤家子 梓秋 ins ! 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 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 不再看你说过的人真是事无常 接不到的三寸日光 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 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 不再看你说过的人真是事无常 接不到的三寸日光 那天堂是我爱过你的地方 谢谢大家给这些听不到的 但是舞蹈这么美丽的孩子们 一些掌声吧 今天的主角是他们 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出 感谢你们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发布 我们下面将发布的是 2012中国最佳导演 请看大屏幕 荣获第七届华顶上海大众汽车Sink Blue 亚洲演艺名人满意度调查 2012中国最佳导演的 第一名的有顾长卫 他的导演处女作孔雀获得柏林电影节英雄奖 并被盛赞为第五代导演的终结作品 他的第三部导演作品《最爱》 一个爱在瘟疫蔓延时的故事 以偿动人并广受好评 贾张科 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 1998年 一部小舞八个国际奖项 他一举长名 他的迅势缠静而不张扬 在现实的冷库中保持温暖的基调 黄建新 他被国际影评人和新闻界称为 中国最重要的导演之一 从黑炮事件到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从小人物的深度刻画 到革命领袖的风采再现 他不变得是对美部鲜活动人的影片的追求 李玉 从地方台主持人到纪录片编导 成就了如今备受瞩目的电影导演李玉 2010年 他指导的影片观音山 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徐静雷 他凭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获得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是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女导演 2011年 自导自演又以职场立作 亲密敌人 蒋文立 他是金鸡奖影后 深受亿万观众的喜爱 他的自传是导演处女作 《我们天上见》 一鸣惊人 获得第十四届韩国釜山电影节 最受观众喜爱电影奖 好 获得2012中国最佳导演的是 黄建新 李玉 恭喜二位导演 恭喜二位 同时我们要请出受顶的嘉宾 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著名导演江萍先生 和著名演员中兴童女士 为他们受顶 有请 好 感谢二位受顶嘉宾 谢谢 谢谢 真的挺受之有愧的 因为刚才看到很多 非常优秀的导演 我只想说电影是一个梦 它可以实现 然后可能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 你会碰到一些困难和挫折 所以这样的鼓励就来得特别重要 因为它背后的观众 你知道它一直在支持你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黄导 感谢观众 感谢华鼎 不敢懈怠 继续努力 拍好每一部电影 谢谢 好 谢谢二位 我们共同期待二位之后的作品 请二位入座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发布 2012中国最佳电视剧男女演员 我们先来看提名 荣获第七届华鼎上海大众汽车 Sinblue亚洲演艺名人 满意度调查 2012中国最佳电视剧男女演员 提名的有 文章 痴情男人向南 令他广为人知 绝世好男人刘亦阳 令他迷倒全国 作为80后演员的翔楚 他将小男人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磊 他的表演收放自如 置真自信 儒雅诗人徐志摩 天然呆京士男罗书全 每一个形象都是一样的鲜活生动 深入人心 陈建斌 他是聪明机智 英勇无比的乔治雍 他是足智多谋 胸怀壮志的乱世萧雄 他是内敛深沉 历经沧桑的铁腕皇帝 屏幕上的他激情自射 光彩夺目 胡杏儿 从内敛皇后到精英律师 他充满灵性的演出 赢得了万千观众的热烈追捧 林心如 他首次单纲制作人 轻视皇妃 一盏绝代风华 轰动一时 热潮难退 他是速尽温润的美誉 无需修饰 尽显璀光芒 孙丽 从青色懵懂到清雅持重 他向成熟蜕变 静待绽放 他将甄嬛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生 演绎得淋漓尽致 引发热议 到了揭晓的时刻了 获得者是陈建斌 胡杏儿 恭喜二位 同时我们有请受顶嘉宾 著名演员张光北先生 和著名演员严清雨女士 有请四位登场 卓仰